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為了耶路撒冷 拓箭 囤懇區問題 爆發衝突 掌控加薩的哈馬斯組織 從十號傍晚開始 不斷以火箭彈攻擊以色列大城市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以色列展開大規模的空襲反制 包括至少三名的哈馬斯幹部在內 巴勒斯坦方面也有三十五人喪神 轟然巨響 伴隨著爆炸的火光 加薩市區這棟十二層樓的建築物 在以色列空襲之下當場倒塌 天亮之後 無人機空拍畫面可以看出 整棟樓房倒向旁邊的空地 四周其他樓房也隨處可見殘破的模樣 這波軍事衝突起因於掌控加薩的哈馬斯組織 為了報復以色列打算擴大耶路撒冷屯肯區 和乙軍隨後的鎮壓行動 從當地時間10號傍晚開始 大量發射短程火箭 瞄準耶路撒冷 特拉維夫等大城市 從白天到夜晚 各地的空襲警報響撤雲霄 而以色列軍方也在官方推特等社群網站 張貼防空系統攔截哈馬斯火箭的畫面 儘管多次的實戰驗證顯示 這種名為鐵窮的防空系統對於攔截短程火箭和飛彈 號稱成功率有90% 但面對哈馬斯火箭的飽和攻擊 總是會有落網之餘命中地面目標 外聯報導指出 至少有三名以色列婦女上升 而乙軍隨後發動的反擊 造成巴勒斯坦方面更大的傷亡 包括三名哈馬斯高級幹部在內 戰鬥人員與平民 總共已經有35人死亡 數百人受傷 旁邊圍觀的民眾有人看不下去 出來嗆瞎 大罵這些反戰人士是叛徒 就在不同立場民眾在街頭互嗆的同時 以色列軍方正為下一波攻勢做準備 12號白天已經有大批的裝甲部隊往加薩邊境集結 先前在大選當中和總理納丹雅胡相爭不下 後來在聯合內閣擔任國防部長的甘孜強調 11號晚上到12號白天的空襲只是一個開始 公視新聞 徐家仁編譯